大家好,这里是小川坎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个天才机器人的故事 超能茶派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是个罪犯猖獗的城市 平均每天有超过300起的谋杀事件发生 警察在打击罪犯中常常伤亡惨重 为了解决这一现状 一家军火公司研发出了机器人警察 机器人警察部队成立后 打击罪犯效果显著 当地犯罪率骤降 机器人在维护城市治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然而机器人的制造者迪恩却不满足于此 他的立场是创造出具有自我感知能力的机器人 于是迪恩在未经公司批准的情况下偷偷研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944天的苦心钻研 迪恩终于完成了更高级别的人工智能代码 他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公司老板 希望公司能够让他做实际测试 如果成功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能有自己意识的人工智能 他不但可以对一幅作品做出评价 还能作曲写诗 尽管迪恩强调不需要花费任何资金 但老板还是拒绝了 因为军火公司不需要会写诗的机器人 得不到公司的支持 迪恩决定自己做测试 他悄悄拿走了机器人警察的防护密钥 然后又把刚刚报废的22号机器人警察 从操作间通运出来 谁料 走到半路 迪恩被两个歹头劫持 为首的歹头叫泰郎 他们损失了黑帮老大的一批货 黑帮向他们7天之内还清2000万 否则小命不保 泰郎等人计划抢劫运钞车 但机器人警察又让他们闻风丧淡 他们认为 只要是机器肯定有控制开关 所以在查到机器人的设计者是迪恩后 便把他绑来 因为被他关掉那些机器人警察 迪恩表示 机器人都配备了固件所关不掉 泰郎看迪恩不配合 准备杀掉他时 在迪恩的车里发现了一个损坏的机器人 他们临近一动 让迪恩重新给这个机器人编成为他们所用 迪恩表示 他车里的那个 只是他研究新项目的试验品 如果成功 这个机器人会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思维 但刚开始 他会像一个人类的婴儿需要训练学习 泰郎等人虽然觉得迪恩的话像是在胡扯 但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让他意识 机器人组装很简单 四肢和U盘一样 极差极用 由于22号机器人在招捕罪犯时 遭到火箭炮攻击 导致电池和主板融在一起 无法更换电池 所以即使敌人的测试成功 这个机器人也只能续航5天左右 迪恩把防护密钥插入机器人脑中 然后开始安装他新设计出来的软件程序 没想到真的把22号机器人再次激活了 和迪恩预想的一样 再次活过来的22号 像个刚出生的婴儿 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胆怯和好奇 团伙中唯一的女性尤兰迪 给他取名叫查派 公司的另一名军火设计师 本森特正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但政府部门认为 他设计的机甲又贵又大又丑 最重要的是火力太过强大 不是会用来维护城市治安 所以他们还是对目前使用的 智能机器人更加感兴趣 本森特听着大家 把他的作品贬得一无十足 心中燃起了嫉妒之火 晚上他偷偷来到研发室 想去做机器人警察的防护密钥搞破坏 结果发现密钥不见了 他进入系统看到 密钥竟安装在22号机器人身上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边查派上和孩子 有一切都充满了兴气 时间紧迫 他让车上快点就会查派设计 然后去抢运超车 然而查派却对暴力行为感到害怕 游览迪把可爱的查派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一点点教他认识身边的事物 查派的模仿力很强 但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别人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 迪恩再次来看查派时 发现查派满嘴脏话 浑身散发着脾气 迪恩教导他要远离毒品 不能抢劫不能犯罪 然而又教他画画来培养他的思维 这一切都被悄悄跟踪而来的 文森特尽收眼底 泰狼回来看到敌人在教查派画画 气不大意出来 他要的是个会抢劫的机器人 为了吸发查派的攻击力 泰狼把他丢在几个小混混面前 小混混看到机器人警察有些害怕 但发现查派和其他警察并不咽吼 就开始用石头棍棒对他进行殴打 他把燃烧的汽油瓶扔在了他身上 查派不懂人类为什么要伤害别人 他尽管地逃离小混混 踉枪着寻找回家的路 此时文森特根据卫星定位 找到了查派所在的位置 他用电磁卖充弹让查派失去了行动能力 然后把查派带上车 用杀轮机卸掉了查派的一只胳膊 查派非常害怕 恳求对方停手却不是反抗 文森特把对敌人的嫉妒和敌意 全发现在了查派身上 接着文森特从查派脑袋里 取走了机器人的防护密钥 他准备再次契合查派时 生存的本能终于让查派奋起反抗 逃出了车外 查派拖着残缺的躯体回到家时 尤兰迪心疼不已 太郎也没想到会把查派弄成这个样子 幸好敌人留下了一些机器人零件 他们给查派安装新手臂后 查派又能活动自如了 第二天 太郎给查派道了歉 并哄骗他说 学会射击才能让自己不被欺负 但查派铭记着敌人的教导 不愿开枪杀人 最后 太郎的人又教查派使用飞镖和双结棍 并撒谎说 这样就不会杀人 只会让对方睡觉 查派现已立正 高兴地练习起来 不仅如此 他们还给查派喷了纹身 配上大金链子 使查派看起来更加炫酷 为了弄到钱 购买抢劫运钞车需要的炸药和武器 太郎又哄骗查派 有些坏人抢走了他们的车 所以查派要去把车抢回来 查派再次信以为真 在太郎的指挥下 毫不费力地抢了一辆又一辆豪车 太郎用抢来的车 从军火班那里换来的炸药和武器 这时查派在斗狗场看到了死去的狗 太郎告诉查派 这个世界很残酷 生存很艰难 想要生存就必须去奋斗 查派说他是太金的 永远都能活着 太郎让他慷慨 自己身上的电池显示着低电量 并表示 敌人把他放进了一个损毁的区块里 无法换电池 等到电量后继 查派一样面临着死亡 太郎说 自己可以给查派找一个新的身体 但需要很多钱 所以查派要和他一起抢救运钞车 解决钱的问题 查派为了活下去 便答应下来 敌人不想让查派受到太郎的影响 成为一个罪犯 打算接送他 但查派却对敌人产生了抵触情绪 与此同时 文森特用防护密钥 给所有机器人警察植入了病毒 以至于机器人警察陆续当机 包括查派 犯罪团伙得志 全程的机器人警察相继当机 便肆无忌惮地出来打杂抢夺 整个城市瞬间陷入了混乱中 警局不得不紧急派出人类警察打击罪犯 敌人拖着查派来到研发室 这时查派看到一个新的机器人身体 他让敌人给他换上这具新身体 这样他就不会因为电量耗尽而死了 敌人解释道 现如今的技术 还无法将意识转换成数据来传输 查派认为是敌人不想救他 于是离开研究室的时候 他拿走了一个神经地质器 神经地质器可以读取大脑活动 回到家查派掉取了互联网上 所有的学习资料 开始研究怎样把意识读取出来 身为智能机器的查派 学习能力超强 经过一夜的研究 终于大工高成 天亮后 他跟随太郎等人出发 抢劫运超车 查派有非表次重押运人员 却以为他只是让对方睡觉了 机器人警察罢工事件 把军火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老板责令敌人尽快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敌人在查找系统漏洞时 终于找到了始作俑者 正当他准备计刷文森特时 电视上播出了 查派帮助太郎等人 抢劫运超车的新闻 敌人看到后知道 公司肯定会摧毁查派 于是带上武器赶去增援 眼看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 公司老板只能授权文森特 出动机甲 灭掉这个帮罪犯抢劫的机器人 文森特心愿达成 带着神经地质器头盔操控着机甲 根据查派身上的定位 向目标方向赶去 查派抢劫回来后才知道 太郎欺骗了他 他非常气愤 不明白人类 为什么总是要伤害别人 这时 敌人带着武器赶了过来 他知道文森特的机甲马上就到 所以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谁料 比机甲先到的是黑帮老大 他不但要太郎还清战务 他要查派这个能抢劫的机器人 太郎过够了被黑帮欺压的日子 与对方展开火拼 大家让查派帮忙 查派却立在原地陷入了犹豫中 很快 文森特的机甲从天而降 所有人掉转枪口对准了机甲 但机甲火力强大 人类根本不是对手 正当机甲要杀死敌人士 查派终于提枪而来 他借助汽车一跃而起 将绑有炸弹的刀子插在了机甲身上 查派准备按响炸弹时 他的胳膊被击中 引爆去甩了出去 此时 机甲的攻击更加猛烈 查派直接踹开墙壁 让尤兰迪躲在里面 太郎打坏了机甲的显示屏 文森特无法找到目标 机甲的攻击暂时停了下来 警员等人准备趁机驾车逃爆 但黑帮老大为了抢车 打伤了敌人和太郎 太郎拼命反击 将黑帮老大干掉 大家准备开车离开时 文森特举动了机甲的红外设备 朝着他们追来 太郎突然良心发现 为了让大家逃走 只身去吸引机甲 关键时刻 游览地一发炮弹 转移了机甲的火力 而他也因此身亡 查派终于响起了地上的引爆器 轻轻一按 机甲爆炸 文森特再也嗨不动了 查派带着受伤严重的敌人 来到研究室 一剑们与文森特撞个正着 面对刀枪不入的查派 文森特只能乖乖挨打 可以看出 金刚狼的退役生活 着实有点惨 不过查派本性善良 没有下杀手 为了让敌人活下来 查派将敌人的意识 转移到了一具机器人的躯体上 此时 研究室已经没有多余的躯体 敌人突然想到 文森特设置了一种 远程关闭机器人的程序 利用这个程序 他可以把查派的意识 转移到附近当机的机器人上 在检查破门而入之前 敌人完成了意识转移 从后门逃了出去 而门口就是已经复活了查派 这边 他将在当年死去的尤兰迪时 发现了一个U盘 这个正是之前 查派做读取意识的实验室 保存下来的尤兰迪的意识 他也将在查派的帮助下 以机器人的躯体活下来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